赵又廷林更新男男CP上封面造调侃,原来高圆圆才是第三者 赵又廷林更新男男CP上封面造调侃,原来高圆圆才是第三者 温数悠悠尖云 在娱乐圈很多时候在网友眼里,但凡是已婚的明星 每每在出镜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和自己的另一半同框才算正常 未婚的时候兄弟姐妹同性之间保持各自的亲密还能理解 就好像胡哥和霍建华一组同框照片让粉丝们也是激动不已 两个帅男人也因此圈粉无数 于是在霍建华结婚之后不少粉丝也是调侃 竟然能忘了胡哥,而婚后的霍建华和胡哥粉丝也很难看见他们同框 赵又廷和林更新的关系也一直很好 但是都知道林更新是单身赵又廷不是 只是除了他们三个之间一起出油林更新遭调侃向电灯炮之外 赵又廷和林更新好像布置一次组合成男男CP上市上封面 看到他们帅到佩丽领的时候却更是调侃 原来高圆圆才是第三者 对于朋友和恋人来说 如今的娱乐圈的给人的感觉任何一种感情好像都很脆弱 一些所谓的姐妹情兄弟情很多时候也被指不会是真情是塑料 因为娱乐圈本身就是个名利场 有些会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所以娱乐圈明星们同台时总是会有人为了抢劲各种的凹造型 不少还要想方设法的彩虹行蹭热度 娱乐圈要说感情的话好像都很廉价 恋人们也是一样 网友已经见识过不少娱乐圈的明星情侣们前一秒还在公众面前秀恩爱 下一秒却传出离婚或者分手 也就是因为这样 娱乐圈不少的明星夫妻被质疑离婚 所谓的姐妹情兄弟情被质疑塑料 前阵衙密被传和唐烟塑料姐妹情发的声明否认 更是让网友觉得简直就是欲改迷章 实在是没几个人会相信明立场会有真情 相对娱乐圈的姐妹情不被认可 男人们之间的感情却不是很多 于是偶尔的爆出些像赵又婷和林更新这样的兄弟情时 有人会觉得他们是真爱 就是有人会替高媛媛担心 老公的心这么轻易的就愿意被分给别人 赵又婷和高媛媛结婚的时间也不断了 却一直没孩子 男女结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升级做父母 多年不做父母的夫妻绝对会被诟病 被诟病的原因就是夫妻感情名存实亡 或者是一方不孕 当然了 选择自愿不要孩子的除外 赵又婷和高媛媛感情上好像还没怎么被诟病 只是婚后他们夫妻合体的时间似乎不是很多 相对于乐圈不少夫妻合体 捞金赵又婷和高媛媛显得有些另类 出游也会逮住林更新 如今又是合体上封面 赵又婷和林更新已经不止一次的合体上封面 如今同性之间关系太亲密时也会遭到些质疑 会被致力性取向 如今不少国家对同性也开始宽容 甚至已经允许同性恋结婚 只是中国人的属于这个世界算是保守的民族 就算是全世界对同性恋宽容 国人中真正能理解同性恋的也不是很多 于是就不排除有同性恋要隐藏自己的性取向 包括用婚姻做掩护 于是也就难怪看住赵又婷和林更新亲密相处 会让人对他们之间的感情有点质疑了 毕竟夫妻来说可能更希望享受二人世界 赵又婷和高媛媛却愿意和林更新三人旁 看住网友对赵又婷和林更新南南CP各种的激动 不知道高媛媛看见有人说他是第三者会做何感想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